狗肉是一些南韩人喜爱的美食 也因此每年有上百万只的狗被屠杀 不过最近有一批幸运的南韩的狗儿 被解救抵达美国 他们将在这里寻找温暖的家 展开新生活 在南韩乡下的一处狗养殖场 国际动物人道救援组织 从这个养殖场解救了23只狗 这个组织跟狗养殖场的老板达成协议 买下这些原本要当作美食的狗 昂贵的狗肉大餐让南韩每年 至少有250万只狗被屠杀 而在17个小时外的维吉尼亚州 动物福利联盟的志工迫不及待 要迎接这些被解救的小狗 23只狗其中有12只才刚出生 在被检疫确定没有问题后 就会被送往其他的收容所 他们会被担心的 担心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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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担心 和担心和担心和担心 是很感兴趣的 能够给他们的那些 感谢观看